hello大家好 我是游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目的一期 咱们这一期又回到了悬崖上面 回来干什么呢 回来坑岸权 我们在悬崖上面利用悬崖的限制 看一下哪些角色能把岸权坑下去 坑下去就获胜了嘛 对不对 你在平地上非常的厉害 但是在悬崖上不一定就这么厉害 刚刚开场白的那一场不算啊 来第一场 牛头人 走 能不能 哎呀 岸权你看 这个平衡性多好啊 第一场有些可惜了啊 第二场我们用这个巨型烟花 哎呦 没有来得及射击啊 看一下骑士能不能坑住岸权 哎呀 岸权刚刚是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啊 然后直接一拳把骑士送上天了 勾连枪前来挑战 这枪都没机会捅的 现在咱们换上甘道夫电弹 哦 这是用脚提上去的吗 光泉现在来复仇了 妈呀 又是一拳 哎 有机会 哈哈 获胜了 光泉下降的速度慢了 好不容易拿下了一剩啊 咱们再接再利 围巾战船 来抛船 这招果然管用啊 非常轻松的就把它坑下去了 争取来把三连胜啊 坦克 看你的表现 哎 不错 非常好 哇 这坦克停的也非常的有难度啊 垂直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接着咱们来PK死神 哎 死神非常轻松 只用一把大镰刀啊 就化解了危机 并且自己还在不停的打转庆祝 非常顺利的四连胜 来看一下西部狂徒的表现 能不能拿下第五连胜 一脚踹飞啊 现在登场的是雷神 哎呀 锤子无效 哎 有机会 安全刚刚用手是搭在了悬崖上面啊 所以一时没掉下去 不过最后还是速度非常快掉下来 雷神侥幸获胜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和奥丁的对决 冲过去 躲过了乌鸦疯狂的出拳 奥丁拾出了第四 安全被挤兑下去了 奥丁也没有暂稳掉下去了 到底谁获胜 奥丁你的体重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会闪现的神圣国王 哎 安全反应有些慢啊 但是还是挥了一拳 打飞了以后又闪现回来了 非常头疼的家伙 今天把安全坑的还是挺惨的 但是最后我还是要再坑他一下 用暗黑战神啊 这个实力相差的非常大 暗黑战神是可以单杀暗农和超农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会 呀 不是吧 不是吧 完了被打脸了 他最后完了一下这一招 哦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